香芹巴西里就像姐妹一样,各自风味别样异 烹调中应用广,风味鲜美,让人爱 1.巴西里和意大利香芹的差别 巴西里原名Parsley,又称荷兰芹、羊岩岁、欧芹、香芹等 原产地在地中海东湾地区,有卷叶与平叶两种 一般西式料理中较常使用的是平叶的意大利香芹 香芹和巴西里有些许相似,但香气和味道略有不同 巴西里的味道更接近芹菜 富含维生素A、C、K以及叶酸和甲等营养素 其独特的香味和口感 使其成为料理中的重要调味料和装饰品 除了烹饪用途外 欧芹还被广泛应用于草药医学和养生保健中 2.意大利香芹或巴西里的栽培方法 巴西里为一种应用范围极广的耐含两年生植物 幸喜凉温、排水良好的沙制壤 春、秋季播种 生育时温为15到25度 而意大利香芹同样为二年生植物 已种在日照充足、排水良好的土壤中 生育时温为15到20度 播种时需要注意 巴西里的种子相对较小 播种时可将种子拌入沙中再撒播 以增加播种的成功率 各位可以去园艺店购买种苗 回家种植 我以自然栽培的方式 种植在树下较为阴凉之处 它很容易栽培成功率很高 是值得推荐的满人作物 3.意大利香芹或巴西里的干燥保存方法 新鲜巴西里或意大利香芹清洗干净 放在细孔网栏上降水分离干 将网栏放在冰箱冷藏脱水空干或阴干 过程中不时翻动一下以粒平均 直到叶子变得完全干燥 或者直接用低温干燥剂干燥 就可以用手将干燥的巴西里或意大利香芹捏碎 或是使用食物搅拌机将干燥的巴西里或意大利香芹打碎 装瓶后放冰箱或干燥保存即可 4.意大利香芹或巴西里在西餐上的应用 由于巴西里和意大利香芹都具有芹菜的香气 所以在西式料理中它们的应用相当广泛 主要是使用它的叶盒根 首先巴西里和意大利香芹都是凉拌沙拉的好材料 它们可以和各种蔬菜或者面包和肉类搭配 提供清新的口感和芳香的香气 它的用法接近台湾的香菜 多用于起锅后的调味与点缀 此外巴西里和意大利香芹也经常用于制作汤品和酱汁 它们可以提供微妙的风味并且具有真色的效果 在意大利菜中 意大利香芹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调味料 比如著名的意大利面意大利炖饭等 都需要使用意大利香芹来提供独特的风味 5.意大利香芹或巴西里的小故事 巴西里和意大利香芹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希腊古罗马时代 在那个时代就已经被人们开始栽种 人们相信这些香草可以提供健康和长寿的功效 因此它们被广泛使用在食品和药品中 据说在中世纪时 意大利的修道院是意大利香芹在欧洲传播的主要据典 修道院的僧侣们经常使用意大利香芹来炮制各种药品和食品 另外巴西里也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 据说在17世纪 法国国王杜毅十四曾经下令禁止种植巴西里 他认为巴西里可以刺激人们的兴趣 因此不适合被大众所使用 不过 这个禁令最终并没有被长期执行下去 总结 今天我们介绍了巴西里和意大利香芹 包括它们的栽培方法 干燥保存方法和在稀释料理中的应用 以及它们背后的一些小故事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分享给你的朋友们